感谢您访问cccchealth.org CCCC正在努力提高大众对预防保健重要性的认识 在2021年10月我们将提倡乳癌筛查的重要性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 乳癌是美国女性中第二大常见癌症 根据breastcancer.org的数据 美国每8名女性中就有一人会在其医生中罹患乳癌 并指出预计到2021年 美国女性将诊断出大约28万1550例新的乳癌病例 预防乳癌的最佳方法是定期进行乳房筛查 并定期与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联系 乳房筛查很重要 因为癌症初期影响的范围较小 且只限于局部 因此很容易治疗 乳房X1检查用于筛查没有乳癌迹象或症状的女性 当女性出现肿块 疼痛或大小变化等乳癌体增和症状时 会使用其他检查 如超音波或MRI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 是一个疾病专家组织 他们主在寻找预防疾病的最佳方法 并推荐预防措施 他们建议50至74岁的女性 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X1检查 而建议40到49岁之间的女性 应该与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讨讨罹患乳癌的风险 以及进行筛查的频率 相比之下 美国癌症协会和美国防射学会 建议40至44岁的女性 进行乳癌筛查 大多数的保险会涵盖40岁以上 女性的乳房X1检查 在CCCC 我们帮助患者识别乳癌的风险因素 并为45至65岁的胃头保患者 如果他们符合收入资格 提供免费的乳癌筛查 作为马力兰州乳癌和子宫颈癌计划的一部分 胃头保的马力兰州女性居民 可以获得免费的乳房X1检查 和子宫颈癌筛查服务 欢迎致电给我们询问相关问题 并预认您的预防性检查